《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時間 今天黃先生有事遠行 所以我正在唱獨腳戲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事 年年七一就要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關心的事情 車有多少人走 七一到遊行完後會否有突發的事件 有部份人會繼續在遊行之後 用他們的方式表達意見 去表達他們抗爭的意志 我相信今年的七一 大家都會這樣想 不過我認為七一已經踏入第八個年頭 其實如果你是由一個 所謂節日的角度或者一個紀念周年的角度來説 它是隨著每一個周年當時的氛圍 是會有不同的效果 亦都有不同的規模 或者要表達的內涵都不同 所以大家其實就不用太過 介意七有多少人出來走 其實很簡單 你看一下五一 五一國際勞動節都挑過了一百年 我們五一一向都很多人出來走走 尤其是當我們提出要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五一就成爭取最低工資的日子 其實最吊詭的是什麼 就是五一勞動節的目標 在香港都未達到 五一勞動節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三八制 何謂三八制 大家都要了解 就是十九世紀的中業 即是一百四幾年 一百五幾年 一百六幾年 一百七幾年 那時候工人工作日 最少六日 有些是七日 每日做幾個小時 做十個小時 所以工人或者僱傭勞工 就覺得這樣做法怎麼搞呢 所以就覺得應該有一個合乎人道的生活 就是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休息 八小時閒閒 八小時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 這個要求是眾望所貴 因為人其實不是一個工具 亦都不是因為為了他人增加財富 而是成為一個增值的工具 所以人們提出就是三八的東西 這個訴求自從十九世紀中開始之後 各地工人都相約了 當然每個節日的起源都是有人起源 現在五一浪動節的起源 就莫衝一次 有人說是澳洲 有人說是法國 有人說是這個國家 沒有意思的 每個節日都是很多人說是我們先發明的 但是作為一個在十九世紀新生的事物 一個叫做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事物 他們有共同的訴求 就是一個合乎人道的生活環境 所有是要拿工資回去養家 是要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即勞動時間去換取老闆給他的 這個工資去養護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人 都希望是不應該無憂無恥地做事 令到自己健康受損、身心受損 令到自己家庭的生活都沒有了 所以五一浪動節的節日的源流 告訴我 五一浪動節很多國家都已經實現了五一浪動節 原來那個訴求就是八小時工作制的時候 五一浪動節都一樣有一個起著一個 就是體驗著整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去改善生活 希望自己不要淪為受人支配的工具的願望 每一年都是這樣的 有時一路浪動節多人 有時一路浪動節少人 像近年所謂歐債危機 歐洲的國家全部湧出來 但也不是真的五一那天 你看希臘人 當希臘政府宣布要因應著歐羅危機 希臘政府受制於國際國際國際基金會和世界日號 要縮減開支 縮減開支的時候要削減工營部門的人手 要縮減公共的服務和社會福利 來換取國際國際貨物及世界銀行對他的支持 讓希臘的國債不會被降級 在這點上 理得你是否五一 你一出聲就爆出來 所以我覺得七一固然我們作為一個傳統 在2003年7月1日 我們因為反對小院子選舉 反對董建華的倒行逆施官商勾結 反對23條立法 我們出來創造了一個五十萬人上街的歷史 所以我們在這個日子裏面 會體認到人民的力量是莫之能遇 所以我們在7月1日 藉著這個回歸的日子 亦都反思我們回歸之後 我們的社會的變化 我們回歸之後 我們是否真的在殖民地統治之下 變成社會的主人 形形式式臨臨種種的理由 我們都會在7月1日上街 但你說是否每一年都會有這麼多人 那就看看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 當然在我們要出街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表現了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日子裏面 我們是希望能夠延續抗爭的精神 亦都希望令到我們的力量能夠顯然在街上 鼓舞其他沒有出來的人 鼓舞我們自己 令到這個群眾運動是一個最焦點 其實老實說 7.1是否一個紀錄呢? 又不是的 因為1989年的外國民主運動在大陸爆發的時候 香港人又出現了過百萬人上街 所以7.1和8.9年的五、六月之間的大遊行相比 其實又是唐扶其後 即是說不夠它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在任何 即我所講任何的歷史都是現代史 只不過是7.1它很近 我們的記憶猶身 所以我們特別重視7.1就精譽 即是在六四這個燭光集會 有時多有時少 我覺得是不需要太過介懷 因為一個民間抗爭的運動 不是以一個紀念節日作為一個唯一的指標 當然紀念一個值得大家紀念抗爭的日子 其實都是一個好像寒暑表那樣 是反映當時大家的鬥志 大家的團結 但是其實在每一年不同的階段 因應著社會裏面的不同的變化 政治經濟的變化 這個統治階級的政策 都會有不同的動員 有不同的名目 所以7.1大家 即管是上街 但不要看得太嚴重 只有四萬人 那就糟糕了 不是這樣的 今年當然是有新的東西 今年就是有一個所謂替補機制 亦都有這個我叫做死豬政府 何謂死豬政府 死豬找滾水錄都沒有感覺 現在這個死豬政府 甚麼都沒有邏輯 好像居住問題 居住問題 只不過是一年左右 大家已經凸顯了這個官商勾結 即是說 或者是 雙令官行的特質 就是大量的 我們的財富 大量我們的收入 是被地產商 加上這個 以銀行集團為首的金融資本財團 是上下其手 私商授受 拿下袋 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到 當然民憤是非常之大 其實很多 這個樓價貴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是吧 即是 有些政黨來說 是中產階級不能置業 中產階級不能置業 固然是資本主義 尤其是香港式的資本主義 所謂自由市場 機會均等的一個絕大諷刺 就是 你在這個社會中產階級 作為一個 運行香港式的資本主義 運行這個所謂自由經濟 運行這個所謂行之有效的制度 竟然間功不可沒的階層 做來做去連自己一直安身之所都沒有 這就是最大的諷刺 但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不是中產階級怎樣 中產階級如果沒有公屋住怎樣 或者就算你有公屋住你又怎樣 因為樓價貴必然令到租金貴 租金貴必然令到 引成一個成本的上漲 各行貴入都有成本的上漲 變成一種隱形的稅 即是無論你去喝茶也好 去茶餐廳也好 去七十一也好 去吃大排檔也好 或者去百貨公司也好 全部都要附加一種 例如10%或20%因為租金的上漲 是令到大家付出更多了 唯一得益的就是銀行 銀行做樓宇按揭 額越大 工的本息越大 他亦都提供借貸給所有買樓的人去買樓 沒有他們就沒有人可以買到樓 但如果沒有他們 那些人又不用付那麼多利息 第二個就是地產資本財團 好像吸血鬼在上面吸下來 好像一個白爪魚 纏著大家 捏到大家死了 供樓又慘 不供樓又慘 住公屋又慘 不住公屋又慘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死豬政府找滾水錄去都沒有用 完全麻木不仁 到最近曾蔭權大約在半年前做了治安心 治安心和居外兩回事 治安心亦都是用市場所謂市場價格去由政府撥地解決地價高漲問題 先租購買 先租後購買 解決所謂事業的困難 很多政黨只說事業的困難 事業困難固然間我都說了 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最大的反諷 但是如果不置業的人 其實在香港現在這個人口普查裡面最少有百分之六十 即有百分之六十左右不是一個業主 如果你只想著業主這個問題 你在解讀整個地產霸權 地產金融霸權的時候 你只想著要做業主的人 但問題是有很多人根本這輩子都做不到業主 做不到業主的人 這就是城市貧民或者低下的階層 或者勞苦大眾或者低薪工人的麻煩 這班人是社會裡面最受壓迫的 你想想沒有公屋 或者他們苦於通貨膨脹 苦於由地產金融資本財團進一步壟斷 不但壟斷土地壟斷樓房 更加利用這些積累回來的資本 好像長江實業那樣 向各行各業滲透 或者新世界集團 一個地產的財團 不停地買各樣東西 開超級市場 經營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事業 經營保安清潔 經營這些或這些 他們都有一個問題 他們要壓低工資延長工事 他們要將高地價的 帶來經濟的惡果轉嫁 用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 要拿人工回去養活自己一家人 即是所謂我們俗語口的工人階級 一個政黨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實際上 長遠來說一定會脫離群眾 看一個房屋問題 你怎麽立論便知道 向左望當然會從 最卑微 最受歧視 最沒有倚家能力的工人階級 或者是城市的貧窮人為著想 而不是為中產家企業著想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也看到有另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這個政府在過去 由曾蔭權執政了沒有多久之後 是不停地透過特區政府 即是少數人選特首操弄的政府 是滿足香港財團的要求 不單是香港財團的要求 亦都已經透過金融資本在香港投資 而染指了香港市場 不單是金融市場 實際上是其他的資本市場 即是好像我這樣說 各項業都做的 是為他們牽貿挖策 所謂六大全家產業 其實說來說來 六大全家產業就是拿地 即是六大產業就是拿地 所謂四大之柱 一無所成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認識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政府 由少數人操弄的時候 必然會為那些特權分子的利益 效犬華之奴 至於大部分人不能選他 只會在這種政權操弄下 辛辛苦苦做的事 變成他人餘利的資本 這才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獨力 因為政治權力受到某些人操弄壟斷 其實經濟社會的政策亦受到操弄 結果就是我們的資源財富的分配 是越來越不平均 結果就是不僅是他們第一次 在給人工的時候壓低我們的工資 而實際上在消費上面 物價的上升也會等於揭責而餘 即是將那條河弄到沒有水流 然後撿魚 那就死了 魚一定死了 而實際上你這樣撿魚 亦無可能繼續下去 所以在這一點上大家要記住 出來七一不僅是我要民主 而是我要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 我要一個生存權 我要一個主人翁的地位 我們是希望透過爭取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 去解決一些已經纏繞了我們 數以十年計的貧富懸殊的問題 解決一個社會上制度上不公平的問題 解決由於這種造成的教育、交通、勞工等等的問題 所以在泛民主派宣傳七一的時候 是絕對不能抽象地說我們要民主 到底我們為何要民主 有民主之後 對於一個只有投一票的權力的普通人來說 他有沒有改變呢 他是不是至於投一票呢 他投了一票的後果是否就是 叫幾十人幫他搞定了他碰到的個人問題 實際上一定不是 就是我們要透過權力的一個再重組 一個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政府 解決投票的人 即是說這個社會大多數受到壓制剝削的人 得到一個新的制度 得到一個新的制度的保護 得到一個新的制度 令到他們做人不單止有兩餐而且又有尊嚴 令他們不單止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 亦都可以解決他們家庭的問題 解決他們下一代比自己更加好 有更加大的發展 令到我們社會更加美好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點上 七月一日的群眾動員 除了由於中共在過去十二三年來 整天都希望收緊我們的人權自由 整天都希望繼續將現在極端腐敗 極端不公平的小英子選舉制度鞏固之外 就是在我們過去十二年裡 由這個制度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 種種社會弊端 是一定要跟著這個制度的沒落而消除 現在講一種最不公平的制度是甚麼 就是最近政府說 去年長毛和其他人一起搞五區辭職變相公投 我們為了堵塞這個漏洞 堵塞他們的政治謀術 為了省錢為了省一億 我們修改這個選舉的辦法 所謂選舉的辦法很簡單 只是修改一種選舉方法 就是在立法會的地區直選上 立法會裡面的功能團體小小小選舉都不用改 因為這些其他選舉是不會達到一個 透過所有直選選區的議員辭職 是迫使政府舉行一個由他們去親自舉行親自監察 親自規劃的一個一人一票的選舉 令到全香港人可以透過這個辭職 舉行一個變相的公投 即是就處一個重大問題 例如應不應該建居屋 應不應該回購所有公共事業 應不應該實行雙普選 何時實行雙普選的內容是怎樣 應不應該23條 這些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跟大家息息相關 長遠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可以透過這些五區直選議員辭職 是令大家有投票的機會 大家可以在一個很明確 沒有辦法可以歪曲的民意 令到特區政府在政治上不能夠自言其說 這個嘗試因為民主黨在前年 即是2010年的11月開始說不參加公投 還批評公投 還要玩兩手就是一部分人說公投都無所謂 我們不贊成都可以贊支持你 但他們全部頭面人物包括有份去談判或無份談判 例如何俊仁、張文江、劉慧卿、施圖華 全部都說不會投 那些理由是甚麼呢 最吊詭的就是跟今日政府的說法一樣 那些街坊說無謂 街坊說浪費錢沒有必要 或者如果做了輸了怎樣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全部解答了 如果共產黨真的有機會 有信心 民意已經轉了向的話 它何不不在五區公投 那裡擊敗我們 將我們五個當日辭職的五個職員 用選票擊敗之後宣布他們的勝利 也將民主派的實力削減 為何他們反而要杯葛 為何他們在杯葛之後 在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流派 在這個配合下令得票率低之後 用這個理由就是得票率低 是否決我們的補選權 大家想想 如果民主黨當日出來 共產黨未必不會應戰 就算共產黨不應戰 我們得到17.9的投票率 民主黨出來一定過22 或者可能25 這樣的時候 今天他們有甚麼理由就是 市民覺得浪費 沒有必要 而作為一個理由 去為他們剝奪大家的補選權 去通過一個所謂逮捕機制 而今天民主黨 和其他當年反對公投的人 由現在有甚麼道德的基礎 有甚麼事實的理據 是反對別人 因為你當日去杯葛公投的時候 其實都是說 街坊不喜歡其實是多餘的 你是個政治領袖 你走下去的時候 已經說公社兩黨搞事 真是麻煩 都不知道搞不搞到 可能輸了就麻煩 或者真是沒有必要 街坊自然在你政治領導下 在你政治的有道下 會得出結論就是沒有必要 是有危險 是浪費錢 所以其實當日民主黨 是抵制五區公投 由十一、二月開始 而實際上在那時候 已經找了共產黨去暗裏 希望找到一個所謂妥立的方案 其實理據是一樣的 是不是 今天它有甚麼道德力量 其實民主黨當日說 千萬不要用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太大鑊了 這個機制無必要 這個機制是不實際的 這個機制是有危機的 不一而足 其實他們的說法就是 就算不要用這個機制 有這個機制也不要用 現在這個林瑞倫這班 爛坦就是說 既然都不用 不應該用 不如沒有這個機制 所以其實他們的前提 和邏輯出來是一樣的 所以今日 以民主黨的主流民主派 在這裏說是假聲聲的 所以民主黨就還價 不要緊 如果你的機制是說 誰辭職又 第二隊 即是由最接近的樂敗團隊 找一個人出來替我們反對 但如果你是辭職是自己人補回的 我們無所謂 今天 政府果然是讓步 當然這個讓步 是非常狡猾的 其實如果 為何政府 是要違反常理 違反 世界政治選舉的通例 是說 任何一個 一張名單的議員辭職 是 不能夠補選 是由 選舉裏面 最接近的樂敗者 就是不讓你補選 現在他說 好了 我聽了你的意見 尤其是民主黨的意見 我給你 同一張隊裏面可以替補 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五區公投 譬如我舉我做例 我那張訂單沒有和我一起 所以我辭職就沒有人替我 一樣是讓成五區公投 因為被迫要補選 或者有一張名單 水蛇村那麼長 好像民主黨一樣 在我一區 全出了七個人 如果第一個辭職 即是第一個當選 第二個當選的辭職 如果第一個 或者第二個辭職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變相公投 因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不補 你一樣是要補選 所以現在特區政府就是假讓步 實際上保護神 實際上留了尾巴 令到他不能用補選 不能用這個退選 迫使一個補選形成五區公投的方法 是不能夠成立 就是說 如果那隊隊人 每個人都不願意剃補的時候 那就用另一隊來剃 所以其實關鍵就在這裏 如果民主黨在這裏讓步的話 即是說他由2010年11月到現在整個立場沒有改變 就是五區公投 變相公投這件事是不能夠做的 就算有這個權也不能夠做的 就好像龍人的耳朵 好像一個花瓶一樣 沒有實際用處 放在這裏 只是傢俬 這個問題大家要警惕 其實當我們說 特區政府剝奪香港人補選權的時候 應該一二貫之 就是你只要在任何一種情況下 會出現剝奪補選權 都是不能的 所以我希望民主黨不要再做第二次的九合 不要再為共產黨和特區政府做政治的顧勵 背起別人的責任 是不是 今天就是特區政府做讓步 民主黨建議 其實跟當日在2011年的時候 2010年的6月 民主黨突然間提出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共產黨接受 兩個九合有何分別 其實今天民主黨在說特區政府沒有資訊 在2010年的6月 當余若薇和曾蔭權辯論完之後 只不過是用了三天的時間 這個 共產黨政府就接受了民主黨的所謂建議 而民主黨拿著這個建議 只是在黨內開了大會 過了 就是 星期六 是初步接受 特區政府 即共產黨政府 初步接受民主黨的建議 就是現在的所謂超級區議會的方案 到周一 民主黨就要開會決定 民主黨內部希望有14天 我們希望有14天 民主黨何來何上 有聽過我們說 所以 一個政黨一個政治派別 只要他的政治立場 或策略錯了 是有邏輯的 是不能夠 將他 逐件逐件計 因為一個政黨就是提倡一個觀念 提倡一個理念 形成一個政綱 用策略令他實行 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 越踩越深 非常可惜 最後來講 雖然現在分析這麼久 我覺得必要時 如果我們真的要發動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希望何俊仁和民主黨 是能夠看策新的民情 因為 今天我們講的 這個補選機制 除了可以效法2010年的6月 是要來反映香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 令到共產黨不能夠再歪曲民意 令到他在政治上不能夠理直氣壯 不能夠強加於香港人之上 其實23條正在來 其實23條要來的時候 當然共產黨非常害怕 好像2010年6月的五區公投 即是2010年5月舉行的五區公投 因為如果到23條來的時候 難道民主黨說有得去嗎 因為民主黨在回歸之後 在政治的困局裏面 也是靠得力於2003年 香港人表達受救了 表達反對23條的惡法 表達對小宣寺選舉的憤怒 表達由董建華親自去執行的官商樓政策 其中一個重要的申訴是203年 就是23條的立法 如果還有補選機制的話 即是民主黨再去推卸 不參與由法民主派其中一些政黨發起的五區公投 變相公投的運動是比較難的 所以民主黨真是老實說 如果他想著在短期內是不會 或在長期內都不會用辭職迫使進行 變相公投作為一個策略的話 他當然是無所謂 反正都是存而不用 秘而不用 你想著一件事很簡單 你想著有一罐汽水你都永遠不會喝的時候 人家跟你拿錢來買 你應該不賣給他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 其實這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問題 意識形態是什麼 意識形態就是 在近代西方社會興起的 其實講來講去很簡單 就是當你提出一個解釋 提出一個系統的觀念 是去為現存的政治社會 或者社會制度 提供一個正當性的理據 一個系統解釋 這跟宗教不同 宗教只可以信 不能懷疑的 而意識形態就是 對現實社會的一個歪曲的反應 即是他不會說有上帝 上帝做我們 他是在社會本身的現象中 用一個抽象的方法 提供一個合理的正當性的理據 正當性的理據 往往就不是真正的反應到 社會真實的情況 而是類似 如果舉個例子 就是一個黑黑鏡 黑黑鏡大家玩過沒有? 一走過去 因為那個鏡子突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樣子 有一個人 好像人的樣子 但這個人又肥又矮 或者又長又高又瘦 或者跟你的樣子 是有相似 但實際上是壞曲的 以色形態就是這樣,現在當共產黨在這裏用以色形態去說服我們 中國已經強大,你們香港人應該愛國愛港,中國的強大就是香港得益 中國強大,現在我們在投資,我們在洗錢,你吵甚麼? 這個就是以色形態,其實問題是甚麼? 中國的強大是否等於中共可以保持一黨專政? 中國的強大,如果用有錢量度,這些錢是誰? 如果用錢量度,中國現在三萬億的外匯,先不要說是誰 他到底在哪裏?是否有9000億買了美債 有大約6000億在美國的兩房債券那裏剩15000億 這萬5億拿來用,是否一定要像他們那樣從事投機? 是否應該投資多些下去給中國社會長遠的發展? 還有一件事,就是現在香港長袖善武,非常威風 去施捨給香港人的大財團,紅色的大財團 很多是由太子黨操控的,他們的資本是誰? 他們的資本有沒有水份? 舉個例,在我們獲得這麼多硬貨幣的過程裏面 其實很多西方的財團,西方的跨國財團 是用他們的貨幣,包括美元在內或歐元在內 是換人民幣,這些人民幣在他們手裏面,他們會不會就這樣算呢? 他們會不會買中國的資產呢? 他們會不會在中國進行投機呢? 如果買你的資產的時候,中國現在宣佈的GDP猛賬 中間有多少是水份呢? 意思就是不要說它虛報,就是說真是真的 例如你說有一萬億的經濟增長,可能有30%是別人 因為別人買了你那些企業的股份 所以其實在這點上,我們要有一個研究 最大的一個以色形態的欺騙性就是 中共現在掌握著這麼多財富 是中國富強的根本 而這些財富的應用,必然會令到 我們的社會的發展是更加均衡 我們會走一個小巷的社會,這是多餘的 大家看到,不論是大陸的貧富懸殊的指數 因為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指數 都是徹徹上升的 而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指數更加厲害 原因就是大陸的資本要來到香港發展的時候 如果要獲得更多的利潤的時候 就自然要壓縮香港低下階層的工資 就自然要不僅壓縮工資 也要在工人階級去衣食住人的洗費裡面 透過壟斷價格,令他們付出更多 即是說他如果多給你一元的時候 你去買東西,要多給兩元的時候 就虧了一元 上下較精,人工又少 而買東西越來越貴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何香港的低下階層 覺得錢不見花 為何我們現在拿著一百元 一聲就沒有了,是其中一個根本原因 所以你說中共的一黨專政 操弄底下的壟斷資本主義 無論是用國有企業或是私營企業 其實都是那幫人做,都是他們拿了 原本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資源和資產 以至到財富收了自己 在自己的荷包發財 在這點上,香港的群眾和大陸的同胞 是同坐一條船的,在這個分析下 我們將來爭取民主的目標是一致的 就是要消除人為的不公平 要消除由於這個權力分配的壟斷 造成財富和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平等 實際上目標相同,而動力也一樣 就是在這個官商勾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制度下 就是等於紅色的資本大財團 在香港來香港做生意 一定要和香港的有錢人一起 用我剛才說的方法,盡量拿多錢 其實港商上去都是一樣的 因為港商上去憑什麼? 就是憑他們在香港和大陸的太子黨的關係 在上面互為表類 在香港就是他代表太子黨或者他和太子黨合作 在上面也是,太子黨代表他或者太子黨和他合作 兩地之間透過這個權力的壟斷 而形成的一個對社會的控制 對資源對財富的控制 是令到兩地的人都一起受苦 回歸之後這個受苦更加接近 由於中共底下的跨國財團 用民資民高可以去四維投資 香港是其中一個 他們的政策會越來越影響我們 所以我們是坐在一條船 而不像他們這樣說 就是把那個蝦蝦鏡 對我們來說,長毛你真的比肥仔水 你真的很肥,其實我很瘦 不肯吃飯 你找個蝦蝦鏡告訴我肥是沒有意思 所以在這點上我們要確切知道 其實兩個地方的人民是面對一個同一個敵人 這兩個同一個敵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同在兩地 用一個越來越勾結的方法掠奪財富 最吊解的就是 在回歸日 其實就是中共的黨慶 中共今年就是九十周年的偉業 所以現在有建黨偉業 中共成立的黨是九十年 它帶來的,不是他們開頭說的一個工人加油解放 不是他們說的,是一個更加開放更加民主的社會 更加讓人的意志可以在一個平等的社會 和政治經濟的環境下去發揮的社會 最吊解的就是中港關係 它說上海要在2021年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的龍頭 意味就是和香港競爭或者取代香港 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 是要消滅階級,消滅資本對窮人的剝削 令到農民獲得解放 現在就是農民在上海、重慶這些大城市周邊 被人剝奪土地 土地變成是一個一本萬利的資本 是飽含著人民血量的資本 在香港也是事件的收樓,是一樣 各位,是否一個吊詭 各位,在共產黨一百周年 在共產黨成立的一百周年 如果有命存在的話 十年之後,中共就會建立一個 最大型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基地 各位,7月1號一定要上街 7月1號一定要告訴共產黨 你的生日對你諷刺 你本身的生存應該是以人民的福祉 以解放全日 要解放勞動人民為主 為何? 在回歸日,我們香港人又不高興 因為沒有民主,因為財富分配不公 因為小燕子選舉帶來的官商勾結 在大陸也一樣 所以各位,在外面大家要上街 不僅是為了我們的民主 不僅是為了反對保選機制 還要反對23條 不僅是不要忘記我們香港幾百萬窮人生活的困苦 也不要忘記13億人裏面 有11億、12億的同胞在受苦 更不要忘記為了改變現實 而現在受到民主族迫害的 如劉曉波先生等等 或者陳剛誠先生受到迫害 或者好像劉霞女士人間蒸發 7日後大家上街,大家大聲說出來 我要雙普選,不要23條 我要自由,不要專制 結束黨專政,釋放政治犯 釋放劉曉波 7日後,我常用摸 跟大家街頭見 一起跟我聊聊天 拿一張傳單看 好,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iRead是什麼你? iRead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我從沒想到 我從沒想到 你以為 你真是有意義的 我尋找到 你以為 我尋找到